其实很多人都说,那做客到你家的时候,你给他们喝什么饮料,对不起,在我家是没有饮料的,那我唯一的那个代客知道呢,就是我的好水,那很多人就说,哎呀,光喝水啊,没味道,那我呢,会把这个迷迭香放进去,直接放进去,直接放进去,因为它一颗很漂亮,然后加好水,然后再贴一点柠檬放在里面,就可以了,那为什么这样子呢? 因为迷迭香啊,其实它也是一种香料,然后尤其夏天的时候,很多人头晕啊,或者是头胀啊,或者觉得精神不济,那个迷迭香可以结,所以头不好,对,然后我们再加点柠檬的话,维他命C很多,那小分子水呢,就可以把这个柠檬啊,它的所有的营养树都,这个维他命C啊什么,还有它其他的那个柠檬精油,因为我们是棉皮嘛, 就会泡得比较香,你有没有闻到这个柠檬皮香的味道,对,已经闻到很香的味道,对,我切得很薄,因为切得很薄,它更容易出味道,嗯,是,嗯,好香,对,然后这个柠檬皮其实泡两下啊,去加在菜里面,也很好吃哦,好好吃哦,嗯,是, 跟不错,可以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,对,然后这样泡泡着我觉得,诶,非常的美,然后客人来的时候呢,就非常好喝 floating, 我喜欢用一个漂亮的瓶子,我觉得生活里面啊, 调究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用心,就会蛮有品味的嗯, 我们下期再见